哈囉大家好 我是火星計畫的明秀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這本書是受苦的力量 那這本書他主要想回答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自己的理解是 他的英文書名其實比較能夠表達出他這本書的概念 他英文書名是Falling into Grace Grace是恩典 所以中文書名翻受苦的力量可能會讓大家以為他是一本比較 在教你怎麼從痛苦中學習的書籍 但其實不是 他的內容更多是在探討受苦的根源是什麼 我們要怎麼脫離受苦的狀態 我們要怎麼樣Falling into Grace 就是得到恩典 那這個影片我們會分四個部分來介紹這本書 那第一部分想要跟大家講述的是 這本書他想要回答的問題是什麼 他想要回答的問題就是 人為什麼生來受苦 進入我們的第一部分 恩 人為什麼生來受苦 生來受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為什麼好像所有的人類都在受苦 在我們的生命經歷中 好像沒有人是不痛苦的 就是大家或多或少會有一些覺得現在好痛苦 覺得考試痛苦 覺得失戀痛苦 覺得活著好痛苦的這些時候 那什麼叫生來 好像是在說 恩 這是我們人類沒有辦法去逃避的一個命運 好像是跟我們人類共存的一個存在 受苦好像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迴避的一個事情 那作者有提到啊 就是他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們的身體 我們會對危機有一些反應機制嘛 比如說我們古早的時候 然後遠骨的人類在叢林中被 呃被獵豹追擊的時候 我們的腎上腺素會產生 我們的腎上腺素 然後我們的HPA走整個被激發 然後去幫助我們去逃離這個危機 那受苦這件事情 明明也是人類很需要去逃離的事情 我們的身體也確實 呃會對受苦的狀態有一些反應 比如說我在想一件很緊張的事情的時候 一個很沉重的事情的時候 大家不是都會形容說 我的胃沉澱澱的好像裡面有一塊石頭嗎 就是我們的胃會整個緊縮起來 我們的肌肉對我們正在受苦的狀態是很有反應的 那為什麼我們身體做出來的這些應對 沒有辦法去幫我們逃離受苦的狀態呢 接下來就要談論到 人到底為什麼一直在受苦 人一直受苦的原因跟人 之所以能夠生存的原因 它是息息相關綁在一起的 那這樣子就可以很好的解釋嘛 我們人會受苦的原因 大致上可以分成兩個方向來講 第一個方向就是我們人很需要知道 自己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那在生存的狀態中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啊 因為如果是我餓了 我渴了我遭遇危機了 那是我要去解決我的問題嘛 我要去拿食物放到自己的嘴巴裡 我要去拿水把它灌進自己的喉嚨裡 如果我被獵豹追擊了是我要去跑 不是隔壁的人要去跑啊 隔壁有人跑沒有用嘛 所以我們在生存上很需要的一個事情是 我們需要自己知道自己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我是我他是他 是我遭遇困難不是他遭遇困難 我跟他不一樣 那我們人類 我們人類是怎麼形塑出這個自我呢 這個認為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自我呢 那我們就會去產生一些認同 比如說認同我自己的名字 別人叫我嘿明秀我會回頭 但別人叫我嘿那個張三 那我不覺得那是我 我就不會有反應 所以我們會去認同自己的名字 還會去認同什麼呢 比如說我會去認同自己的生日 認同自己的想法 甚至是認同自己的記憶 自己的夢想自己的困擾 我是比如說 我會說我的夢想是 成為一個科學家好了 那我們會知道 就是這個成為科學家的夢想 好像他是我的一部分 如果我以後不再想成為科學家 我沒有說甚至會有一種 喔好像那不是我的感覺 那記憶是什麼呢 我們會說 我現在會做這些事情 可能是因為我以前經歷過什麼 比如說我現在這麼會說話 我現在這麼不會說話 是因為我小時候去參加演講比賽的時候 嗯我遭受到鼓舞 或是我遭受到挫敗 那那個經驗影響了我 所以我們在認同 我們在認同什麼是自己的過程中 我們去認同了很多其他事物 就是剛剛說的名字啊 記憶啊 夢想這一類的 我們把他們放到自己的這個界線以內 覺得那好像就是我自己 那這個認同自我的過程呢 就會產生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是 就是我們誤將那些不是我們東西當成我們自己 我們誤以為某個想法是自己 誤以為某個夢想是自己 誤以為某個很 不以為我們所有的記憶就是我們自己這個人 那第二個結果就是 我們會發現自己跟別人是如此的不一樣 如此的不一樣 以至於好像我們跟外界失去了連結 我們的世界裡 因為我們知道我是我 他是他 我們世界就被區分成兩個部分 這邊是我 這一邊是外面的所有的他者 那面對他者的時候 我們會感覺有威脅有恐懼 我們知道這個他者是我們自己不能控制的那一些東西 不能控制的東西 我們會覺得很害怕 這些東西會為我們帶來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 所以認同 我們為了要把自己跟外界區分開來 我們錯誤的認同了一些 不是我們的東西 以為那是我們自己 再來是我們跟外界就割裂開來了 我們跟外界就不再是合一而是分裂的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受苦的根源很重要的兩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 是作者有提到 他說他小時候的時候發現大人很奇怪 他們會相信自己想的事情是真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有舉例說 比如說當大人們 當小朋友好了 當小朋友開始認識什麼是鳥 他學會鳥這個字的時候呢 他就會知道說喔 麻雀是鳥 鴿子是鳥 那當他在去看麻雀去看鴿子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自己說 我知道這是鳥 我已經知道他們的全部了 就是他們是鳥嘛 但是鳥這個概念 它是一個抽象的符號 它並不能代表麻雀的全部 或是鴿子的全部 但我們人類很有趣 我們在思考事情的時候 我們在思想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些抽象的符號 抽象的語言 去簡化外在的世界 然後我們誤以為那個簡化後的版本就是真實了 但其實不是 就像我們知道鳥 這個概念 我們知道鳥是一個會飛的動物 但知道鳥 我們並不能去理解 麻雀它是怎麼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不能去感受到 不能藉由鳥這個字 就去感受到麻雀的觸感 麻雀是怎麼飛的 它的軌跡是怎麼樣 它們怎麼輔育下一代 它們怎麼進食 它們怎麼死亡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看到鳥這個詞 或是甚至是看到麻雀 我們就覺得說 我知道它的全部了 而且我們會錯誤的認為 麻雀就是那一團概念 所謂的真實就是那一團概念 但其實不是 我們常常困在我們自己的思想中 我們會相信自己所想的 就完全的等於真實 就是 但我沒有去注意到 真實是比那更廣貌的存在 然後我們常常因為 我們會認為思想就是真的 所以思想為我們帶來的痛苦 我們也會覺得它是真的 所以我總結一下 我們受苦的根源是什麼呢 我們受苦的根源就是 第一個 來自於我們需要認識到 自己跟外在是不一樣的 當自己跟外在不一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感覺到自己跟外在的一切 是很分離的 我們是孤立 我們是疏離的 我自己把這個稱之為我們存在上的受苦 我們在存在的意義上已經開始受苦了 我們感覺到自己孤單 自己的存在是很虛無飄渺的 沒有辦法維繫在其他事情上面 那第二個事情是 我們錯誤的認同了一些外在的事情 認為那就是我們自己 那是構成我們的一部分 比如說去認同思想 去認同記憶 去認同夢想 認同困擾 我就是 所有我過去的記憶的集合 我就是一個想要成為科學家的人 像是這一類的 那第三個 就是我們認為 我們所想的事情 我們的思想是真實的 我已經認識鳥啦 我已經認識鳥 這個字 那我當然就認識鳥 這個東西的全部了 這三件事情 就是造成我們受苦的根源 我們其實並不認識鳥 我們並不知道我們的思想和真實之間有多大的差距 然後我們也並不是記憶的集合 我們並不是我們所認同的東西的集合 我們是一個比它更廣貌的存在 這就是作者在我們本書的大概是前三章想要告訴我們的部分 我們受苦的根源就來自於我們有這些錯誤的想法 錯誤的概念 和我們為了生存而發展出來的模式 我們繼續進入我們的第二部分 就是這一張集要為大家介紹受苦的形態 受苦的形態指的是 我們到底是用怎麼樣的一個形式在受苦呢 我們是如何受苦 那作者為我們表列出四個最常見的受苦的形態 那我先為大家就是快速帶過這四個形態 第一個受苦的形態是控制的幻覺 作者說我們常常認為自己好像必須控制生活 我們認為我們去控制我們可能就能得到一些我們想要的東西 那第二個事情是我們經常會去要求事物有所不同 他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我們會認為 只要事物有所不同 我們就可以得到更幸福的生活 我們會希望事物依照我們心中的藍圖去發生 比如說我可能會希望 我希望我現在不是坐在這邊 我希望我現在是去喝下午茶 這樣我會過得更幸福 我們好像會對事物有一個抗拒的感覺 認為只要有所不同 那我們就會通往比較好比較喜歡的未來 那第三個受苦的形態是我們會與如是爭辯 所謂的爭辯 作者在裡面提到的大多是 就是不該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會說 媽媽在我小時候不應該這樣對待我 我們覺得這件事情不應該發生 我們會說 我們會去針對現在已經發生的一個事實 去辯駁它說 你不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雖然它已經發生了 但我們不那麼去認同它的發生 我們認為它的發生是不應該的 這個就叫做與如是爭辯 那第四個受苦的形態就是 作者有提到叫世代之苦 世代就是比如說 從你的爺爺傳給你的爸爸再傳給你 或是從你的外婆傳給你的媽媽再傳給你 或者是 就是在帶肩在親戚之間傳遞的受苦的方式 比如說 我們一家人可能總是很憂愁 我們總是有一股憂鬱的氣氛瀰漫在家裡 我們總是困擾著擔心著未來的事情 或者說我們家好像有一個憤怒的氣氛 我們總是對這件事情對這件事情也感到生氣 像這一類型的 這一類型的情緒 這一類型的受苦的方式 作者就把它稱之為世代之苦 那這四個受苦的形態呢 它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它大概有一連串的反應的過程 其中第一步 就是當我們現在 現在這些幻覺中 現在這些形態中的時候 我們會感覺到很掙扎 非常的困擾 就是我們會掙扎著要去脫離這些事情 我們可能會很困擾就是說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這件事情發生 比如說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我爸爸罵我 我不希望我爸爸罵我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離開這件事情 去改變這件事情 讓它像我心中的藍圖一樣 我爸爸不罵我 我爸爸不罵我就開心了 我希望我可以去控制這件事情 好 那所以我們第一個反應是掙扎 struggle 我們會非常用力的去跟現在已經發生的事情抗衡 試圖去控制它 試圖控制它 往我們的藍圖 往我自己心中希望的藍圖前進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會有的第二個 第二個連鎖的效應 就是我們會感覺到非常的緊縮 那個緊縮是什麼呢 不只是你身體上的 我可能會在我struggle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我的肌肉是緊繃的 好 但不只是身體上 其實我們在靈性上 在自我的感覺上也是非常內縮的 我們會感覺到自己好像凝聚成一個實體去抗衡這個世界 於是那個自我的感覺就被凝固了 就變得更為堅強 非常的堅硬 那個自我跟他人之間的分界就變得非常的清晰 那第三個會產生的連鎖的效應是 我們就產生了那個分離感 我們就很清楚的看到 喔 我們果然是跟外在是不一樣的 我們確實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了 好 那作者有提到 作者在後面的章節中有提到說 這個分離感會讓我們很上癮 我們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啊 因為我們需要知道自己是一個這麼特別的人 我們跟外面的事物都不一樣 我們很獨特 我們有自我 這個自我讓我們覺得上癮 所以我們會推導出一個很驚人的事實 就是我們這些受苦的過程呢 他因為加強了我們這種獨立的感覺 分離的感覺 讓我們的自我感更凝實了 所以我們某方面是對這些受苦感到上癮的 我們 我們的潛意識 我們的潛意識不知道 但我們的潛意識發現 喔 這些過程可以讓我更能夠知道 我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跟別人都不一樣的人 所以他其實是不願意從這個受苦中脫離出來的 當你想要從受苦中脫離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點害怕就是 如果我不再受苦 那我是誰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們會很恐懼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常會在受苦的炫窩中 不停的下線 完全沒有辦法拖出 追根究底就是因為我們 在受苦的過程中 發現自己跟別人如此的不同 而這個不同是我們生存上 極度追求的一件事情 我們需要知道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第三個部分要為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擺脫受苦 看見真實的方法 所謂的真實 我們要稍微介紹一下 真實是什麼東西呢 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到 就是真實是一個比我們 以為的我們自己更大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以我的情緒 一個人的情緒為例好了 我可能會覺得很焦慮 但是所謂的真實是什麼 不只是那個焦慮本身 我們更應該看到 所謂的真實的我是一個 比那個焦慮更大的個體 它是包含的那個焦慮的東西 但不完全是那個焦慮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焦慮 是在那個更大的個體中 升起又落下 那或者是我們的思想 作者提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常常會 不想要想一些事情 但我們還是會去想 那這某方面是不是就是一個佐證 佐證說其實思想 不是我們人類可以控制的一個事情 比如說我可能不想要去思想 讓我覺得很痛苦的事情 小時候的挫折的經驗 但是我越不去想它 我可能就發現這個想法 有時候還是會跑到我的心中 那它是跑到什麼地方裡呢 它也是在那個很大的更大的個體中 一個所謂的我的存在裡面 會有一個念頭在這中間升起 想到了以前不好的事情 然後又落下 它就這樣消失了 哪怕我不想要它出現 它還是會出現 然後它會消失 那作者在這裡面有提到一個很有趣的概念是 他說大家都會相信這些想法 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 但其實我們並沒有辦法控制它 你為什麼會認為它是你的一部分呢 你連控制它都做不到 好 插出去了 我們現在插回來 就是我們要講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去擺脫受苦 要怎麼樣去看見這個實相 就是這個更大的我到底是什麼 那作者在這裡面呢 提及了一個方法 那它提及的方法 它是有一些步驟 那接下來就為大家介紹 第一個步驟就是 要體驗情緒的原始能量 為什麼是情緒 為什麼 什麼是原始能量 那作者有提到說 就是我們應該要怎麼操作這件事情 在作者的例子中呢 他一開始是請那位他的 來找他諮詢的小姐 他是跟他說 我們現在先重複的體驗這件事情 我們假設是一個憤怒的感覺好了 那個小姐來的時候跟他說 我非常的憤怒 我對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充滿了憤怒 我覺得他 就是不該如何不來如何 那作者就跟 作者就可能會請大家說 那現在你就專注在這個憤怒的感覺 不停的去體驗這個憤怒的感覺 不停的去想 我對這個世界是多麼的憤怒 這背後的想法 不停的去重複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 我們要如何擺脫受苦的情境 還有我們要如何去看見真實 看見實相 那我們先從看見真實的這一部分談起 到底什麼是真實 其實作者在這個書裡面有提到 他的真實 我們可以分兩個面向去討論 一個是真實的自己 所謂的自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一個是他者 關於他者 我們如何去真實的感知外界 那我們先來討論真實的自己 這一個部分 作者在我們第一部分我們有聊到 我們常常會去認同外界的一些東西 認同夢想 認同思想 認同記憶 認同這些東西 認為那是我們的一部分 我們也會去相信我們的 我們所想的思想 它是真實的 我們去認知一個鳥 就認為這個鳥已經包含了 所有我們接觸到的鳥 其中所包含的所有元素 但是這是一個太過簡化的結果 那所謂的真實到底是什麼呢 所謂的真實的自我是什麼 作者形容 它像是一個很廣袤的地方 一個很廣袤的背景 這個背景就是所謂的自我 在這個自我裡 我們會有很多的東西去升起去落下 我們會有情緒去升起 比如說焦慮 一個焦慮的感覺出現了 然後一個焦慮的感覺消失 一個想法會出現 一個想法會消失 這些想法常常是不受我們自己控制的 比如說我不想要去想以前讓我覺得很挫折的事情 或是未來讓我覺得很擔憂的事情 我不想去想我小時候如何的挫白 我不想去想我的未來如何的可怕 如何的威脅著我 我都不想去想 但是這些想法 其實不隨我們的意識控制 它還是會出現 我們不想要去思考 不想要去感受這些事情 它仍然會出現在這個自我的疆域裡面 它會這樣出現 然後又消失 這其實是一個佐證 佐證什麼呢 就是佐證這些想法並不等同於我們自己 如果它是我們自己 那我們應該理所當然要可以去控制它 但我們在第二章節說了 控制是一個幻覺 我們連自己的想法都無法控制 那我們是什麼 我們自己就是那個更大的降雨 是所有這些念頭這些情緒 升起又落下的地方 完全 不完全 我們包含了這些焦慮 包含了這些情緒 這些念頭這些思想這些回憶 但是我們並不等同於它們的總和 這很像什麼概念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就是有一些科學家 他們在觀察宇宙中的輻射的時候 他們發現一直有一個 對應溫度很低 就是它是對應到3K的這個溫度的輻射 他們就發現這個輻射一直的存在 不管他們怎麼觀測 這個 這個輻射就是存在 那後來他們發現這個輻射是 他們推斷了 現在科學上的推斷是說這個是大爆炸時候 留下來的輻射 那它就像是一個背景一樣 鋪在這整個宇宙中 我覺得作者在這本書中提到的自我的觀念 就很像這樣子 所謂的自我就是像鋪在宇宙中的那個輻射一樣 或者說就是宇宙本身 只是在這個疆域裡面它會發生好多的事情 會有情緒會有思想會有理念 會有事物在裡面碰撞 會有一些東西進來了 有一些東西被遺忘了 但是這些都不是所謂的自我 我們所謂的自我應該要是那個更廣貌 更無邊際的東西 我們只是經常都會錯認 我這些心情的念頭就是我 這些我喜歡的東西就是我 或者是這些我想要的我不想要的就是我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看見真實的自己呢 看見真實的自己其實就是脫離受苦 一個很必要的 他們兩個是息息相關綁在一起的事情 那作者在這本書中有提到一個具體的做法 那它的標題叫做體驗情緒的原始能量 那它這個做法大概是分成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它是指示說你就去想一件 一件讓你有情緒的事情 在第一步驟裡你要用全身的力量去沉浸在那個 那個引起你很大情緒的事件中 那個引起你很大情緒的事件中 比如說我可能 我給給大家一個情境 比如說有一個人他可能 他可能從小被媽媽遺棄好了 媽媽在一個在一個冬天拋下了他 這樣就沒有不再撫養他了 那這一位小姐 他呢可能就在去找作者的時候呢 作者就會跟他說 那你現在你的感覺是什麼呢 小姐可能就會跟他說 我覺得非常的憤怒 我媽媽在那個冬天泡下我了 那作者就會請他不停的去沉浸在這個感覺裡 不只是沉浸在這個感受裡 沉浸在這個憤怒裡 他還要他去感覺 這個憤怒出現的時候他心裡有什麼樣的念頭 這個憤怒在對你說什麼話呢 你在這個整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你得到了什麼結論 你對自己講的故事是什麼 你的身體有什麼樣的反應 那讓我們一起回到那個情境裡 這小姐他就會沉浸在這個 過去的回憶當中 他可能就看到他媽媽離開他 在那個冬天離開他 他當下的憤怒 是很紮實的重新重現在他的心裡 他不只感覺到那個憤怒 他還可能感覺到那個憤怒是 好像在質問媽媽 那個憤怒在質問媽媽說 為什麼你要拋下我 為什麼你不把我一起帶走 為什麼我被你割捨掉了 於是他有感覺到這個憤怒下 其實是有很深的悲傷 這個悲傷可能在問的是說 為什麼我不值得你把我帶走嗎 為什麼你不想要跟我在一起生活了呢 為什麼我是被拋下的那個 那當這位小姐她去非常深刻的 投入在這個過去的回憶之中時 作者可能又會問她 那這整件事情你的結論是什麼呢 那這個小姐可能就會跟她說 我從這個事件裡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我總是被拋下的那個人 這句話是她生命中一個很大的陰影 她可能會說 我媽媽在那個冬天拋下我了 我覺得我總是被拋下 那作者可能也會在她說完這個結論之後 要她不停的去回憶這件事情 不停的去重複這個過程 讓她不停的重複在 回憶媽媽拋下她的時候 她有多麼憤怒多麼悲傷 這些憤怒這些悲傷說了哪些話 這些憤怒和悲傷為她總結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她的身體在回憶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個緊張的感覺那個被拋下的感覺脆弱的感覺 作者要她不停的去經歷這一切 直到她對其中的每一個部分都非常的熟悉 目前為止是第一步 也就是不停的去重複的去體會 那些你一直在告訴自己的事情 你當你去回憶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去想這件事情的 把她徹徹底底從頭到尾 從各個方向都體會一遍 體會了非常多次之後 作者跟她說 接下來是我們的第二步 作者會跟她說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去回憶這些事件 但我們去回憶這些事件的時候 我們不再帶著我們那些結論去回憶 我們不再去想著說 我總是那個被拋下的人 我們不再去想著說 我好像不值得大家愛我 我們要拋下這些想法 作者說這些想法是我們頭腦推論出來的 她為了讓這整件事情合理 她推論出來的 她是一個思想 但我們要記得思想不是真實 所以在第二步驟中 我們要去回憶這件事情 但是不帶著這些結論 我們只是單純的去體驗那件事情 好像在重現一樣 我們要知道 我們所以為的那些 我不值得被愛 我總是被拋下的這些想法 甚至是這些憤怒這些悲傷 都只是我們思想出來的一個東西 它並不是真的 真實的發生的事情 就只是媽媽在那個冬天 她們兩個 她離開了她 我們就是去回憶這件事情 但是不帶著任何的結論 任何我們大腦創造出來的故事 任何我們大腦創造出來的情緒和想法 單純的去回憶它 我們就只是體驗而已 這整個步驟 總共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去不停的去重複體驗 我們平常是怎麼體驗這個事件的 第二個步驟就是我們要完全的放下它 那作者把這兩個步驟 就是重生回教體驗情緒的原始能量 我們只需要去感覺 就是這些情緒是如何的流過我們自己 這個憤怒是多麼的巨大 這個悲傷是多麼的巨大 它是怎麼樣的經過我們自己 那在使用了這個方法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 嗯做著說我們會體會到一個結果 體會到一種狀態 就是我們會發現 當我們在憂愁在恐懼在憤怒在悲傷的時候 在我們遭遇困難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在這些感覺之外 在這些情緒之外 仍然有一個沒有困難的你 這個沒有困難的你就是那個更廣貌的存在 像是背景輻射一般的那個存在 也就是我們自我的本身 當你遭遇憂愁遭遇困難的時候 你只是遭遇了他們 但不代表這些遭遇 是內涵在你這個人的本質的裡面 在這些困難情形發生的狀況下 仍然有一個沒有困難的你 那就是作者說 我們要追求的一個內在的安定感 也就是他前面有提到的所謂寧靜的狀態 一個平靜的狀態 在那個狀態裡 我們會知道我們發生了這些事情 我會有情緒我會有想法 但是這些想法 都是我們頭腦創造出來的 並不是真實的 甚至也不是我們自己本身 它是我們大腦創造出來的一個解釋 但是這不代表事情的真相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他在我們的這一步驟裡 我們可以總結一下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擺脫受苦的情境 我們要怎麼樣去看見真實 第一個是我們要重複的去體會 我們一直以來是怎麼去看待這些事件的 我們給他創造了一些故事 給他總結了一些結論 我們的身體怎麼去感受 我們的想法是怎麼去認定標定這些事實 我們要去重複我們過往怎麼去建構這些事件的 第二步就是我們要徹底的把它拆開 我們要單純的回憶事件 而不去摻雜太多我們頭腦加上去的結論 加上去的想法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這些思想並不是真實的 那目前為止就是我們的第三部分 那下一個部分呢我們會講 當我們擺脫了受苦的情形 當我們可以看見真實的自己 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 接下來要為大家講述 我們的第四部分 也就是說脫離了受苦的漩渦 看見了真實之後 我們迎接的會是什麼呢 也就是作者提到的內在的安定感 什麼是內在的安定感 作者在書中形容 那就像是一艘船底的壓倉物 有這些壓倉物之後 這艘船就可以平穩的行駛在海面上 不會說遭受到風浪啊 他就左右翻 左右翻滾甚至翻腹 那在你轉彎的時候呢 他也可以讓整艘船隻的晃動 不那麼的劇烈 那這個壓倉物是什麼呢 作者在後面又緊接著闡述說 他是來自我們對內在寧靜的敞開能力 那剛剛上一節我們已經提到什麼是自我 就是一個很廣貌無邊際的一個存在 念頭情緒都在這邊起起落落 但是他本身是一個很穩定很寧靜的 固定存在的一個 一個狀態一個琐事 那作者說 那個壓倉物就是我們對內在寧靜的敞開能力 那個內在寧靜就是我們去允許所有事情發生的地方 與許所有事情發生它相對的是什麼 相對的是我們在第二章有提到 我們總是好像有時候會去與現在的事實爭辯 我們認為某些事情不應該發生 這個就是去抗拒去掙扎 那內在寧靜就是與這些行為相反的一個存在 我們允許所有事情像他們發生的時候的那樣的發生 接下來要進入到我們的第四部分 也就是我們在脫離了受苦的漩渦 看見真實的自己之後 我們迎接而來的會是什麼呢 那作者說那是一種內在的安定感 那什麼是內在的安定感 作者給出了一個比喻 他就像船隻裡的壓倉物一樣 他放在船隻的最底層 那有了這些壓倉物 船隻有一些基本的重量 他就不會在風雨來的時候 左右搖晃的非常劇烈 那他也可以在船隻轉彎的時候呢 穩定這個船隻的行徑 那這個內在的安定感呢 作者說他來自於我們對內在寧靜敞開的能力 那什麼是內在寧靜 那還記得我們在之前有提到說 所謂的自我到底是什麼 並不是那些在其中 身體又弱下的情緒或者是思想 而是那個更廣貌更無邊際 一直都存在的那個個體 那個才是我們的自我 內在的寧靜呢 指的就是說在這個自我裡 一個所有經驗都可以自然的發生 自然的被接受的地方 那這樣說可能還是有些疑惑 就是什麼叫經驗都可以自然發生 自然被接受 那我們用一個反例來解釋 我們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呢 我們其實是被教育就是 要去不停的對現狀做出評估 做出評斷 我們也不停的被教育說要去努力 要去改變 要去控制 我們的教育它是立即於一個基礎上 就是我們不去接受所謂的現況 因為不去接受所謂的現況 我們才要不停的對現況做出評論 我們並不真實的去感受那個現況是什麼 而是我們會去說 比如說新聞好了 當新聞播報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經常會感覺重要的 並不是那個新聞本身 而是大家對於那個新聞的評論 比如說發生了一個政治事件 那就會有很多名嘴出來 對這些事情做評論 說A是對的 B是錯的 A是錯的 B是對的 AB都是錯的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評論 那我們的教育其實是非常鼓勵 我們做出評論的 但是我們沒有發現這個評論是出自於頭腦的 而且這個評論也讓我們誤以為 透過這個評論 我們已經足夠了解這件事情本身 感覺到這好像就是他所示的樣貌 但其實並不是 這並不是事件本身存在的樣子 而作者提到的內在的安定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在內在的瓶頸 對內在的瓶頸敞開 我們接受所有事物的本來樣貌 不再去試圖的 對這些事物說 你不該是這樣 或者是你該是怎樣 不再試圖去控制他們 不再試圖去 讓他們依照我們心中的藍圖去發生 做著回到 我們要讓所有經驗都自然的發生 那這難道是什麼都不做嗎 我們都不去加以的干涉嗎 那這樣子我們不是反而變成是一個 非常冷漠然後自外於所有事情的人嗎 就是那感覺好像自己是一個局外人 但做著說不是 就是他的意思不是說我們要當局外人 他的意思是說 在我們容許所有事情發生的情況下 我們會從自己的內在感受到一種 不是冷漠 而是一種更深刻的親密感 也就是說我們去接受這些事情本來的樣貌 光是接受他們本來的樣貌 而不是我們去給他定義的一些概念 是去看見真實的他自己 看見真實 這件事情本身就會為我們帶來一種親密感 那看見真實 這件事情本身有一件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們應該要在一個承認自己未知的情況下去發生 我們必須承認自己是對某些事情不夠了解 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的思想是錯誤的 我們才有可能去真正的看見真實 那作者提到說 對所有事情發生的存在敞開的能力 他會形成兩種類型的親密感 一種是對自己 當你接受所有在你身上發生的事情 或在你身上流過的念頭或思想或記憶 當你承認你對自己仍然有所不知的時候 那個不知會為你撐出一個疆域 在那個疆域裡 你可以純粹的去感知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自己是什麼 那他提到說這個在佛教中就稱之為自信光明 就是說在那個狀態裡 你自己承認你自己的未知 也如實的去接受在你身上發生的事情 流動的事情 讓這些所有都自然而然發生 這種你跟你自己非常親密的狀態 真實的狀態 會引發出一種自信光明 他會照亮你的自我 他會讓你進入一種更為清晰 更為明晰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的狀態 他會讓你更清楚的看見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那第二種類型呢 是你跟外界的關係也會變得更加親密 那在書中提到說 我們總是非常必須回應外界給我們的刺激 比如說假設我們在靜坐的時候好了 我們會不會靜坐坐一坐突然想到 我等一下要去幫狗狗加飼料 我等一下還有工作的什麼事情還沒有做 就是外在的世界總是給我們這麼多刺激 而我們有一種必須得去回應他們的感受 那內在的安定 當我們獲得內在的安定之後 我們和外界的那個親密感 會讓我們在回應外界的過程中 我們採取一個更為清新有創意的表達 那什麼叫清新有創意 就是這個形容詞聽起來好像很抽象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那作者有提出一些反例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在表達自己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是在真的表達自己 我們是在捍衛自己 或者是我們想要去說服別人我們說的是真的 說服他們去採納我們的思想 我們去爭論說不對不對你說的不對我說的才是對的 那作者就稱這些叫做 就是稱這些我們不是那麼發自真實的自己的表達 叫做用思想欺騙他人 我們其實在比如說說服對方的時候 我們沒有去意識到自己的思想其實也是錯的 其實也是不真實的 我們誤以為那是真實 然後希望對方可以去接受這個不真實的想法 這個過程就叫用思想欺騙他人 或者是我們以為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認同 我們誤以為那就是我們自己 然後我們就用很多話語去捍衛這件事情 我們會說不不不我的認同是這樣子 你不可以這樣子冒犯我 你冒犯到我的認同了 我必須去捍衛我所認定的價值觀 我所認定的自己是什麼 當別人對我們冒犯的時候我們會去捍衛 我們會用一些話語去強調說我們就是這些東西 不是你說的那些東西 你說的沒有道理 這個捍衛的過程其實也是 所謂的用思想欺騙他人 因為再怎麼說你的思想都不等於真實本身 作者提到說那什麼是清新有創意的回應方式呢 回應方式呢 那他提到說其實是你要真實的去感受 當下的那個真實的你想要對外界表達的是什麼 他要表達的不是一種爭論也不是一種捍衛也不是說服 他有時候更多的是一種你希望跟對方真誠相會的感受 這邊作者提到說要進入這個真誠相會的感受 首先有一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件就是你必須是開放的 這邊開放他的英文很有意思叫available 不是openness 好 你必須要使自己變成一個available的人 一個available的存在 大家必須要能夠很輕易的取得你 當你開放的時候 你會知道自己不是你的你自己的記憶 也不是你自己的認同 不是你自己的夢想 也不是思想 當你意識到這些東西都不是你的時候 他人在跟你互動的時候 你就不會那麼急於去捍衛自己 說服他人跟他人爭論 當你放下這些東西是你的一部分的這個想法的時候 你就會不再感到恐懼 因為你恐懼的原本可能是說 如果我不是這些那我還是什麼 那如果有這個恐懼 你就得非得緊緊的抓住這些想法不可 但是當你清楚的意識到說 對這些真的不是我 那那個恐懼也就沒有了根源 或者是有一種恐懼可能會生起來 就是不是我那是 我如果不是這些東西我是什麼嗎 那當下作者給我們的建議是 他希望我們能夠與恐懼親密 這個親密 其實也就是作者不停的提醒我們了 就是讓事情如實的發生就好 我們就去經歷經驗這個恐懼 我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去逃離它 我們面對恐懼常常都是逃離的 我害怕什麼事情 我們看到害怕的東西就跑 那作者希望我們這次 也不是說要你特別刻意去靠近那個恐懼的東西 而是我們這次不要逃離 我們認真的去感受這個恐懼 看看這個恐懼到底具體來說是什麼 那最終我們會發現這個恐懼是頭腦創造出來的 它是思想的一部分 也就是我們之前所提到的那一團 根本不是我們的東西 也不是真實的東西 所以作者在這部分提到就是與外界的親密感 他有舉了兩個很有趣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他在小時候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錯事 他媽媽就跟他說 你就待在小房間裡等你爸回來處罰你吧 然後他爸爸回家之後 就是把他抓過來打了一頓 結果他爸爸打完他之後就離開了房間 過了五分鐘他爸爸又進來 跟他說我真的很討厭這樣子 我真的非常討厭 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修理你 我不喜歡就是 我明明是如此的想要在回家的第一刻告訴你 我看到你我有多麼的開心 我有多麼的想擁抱你 但是我卻必須在回家的第一刻修理你 我們以後可以不要這樣子互動了嗎 作者說這個經驗在他心裡 是一個留下了很深的影響 他爸爸非常覺知的發現自己真實的內心的想法是什麼 並且決定告訴他 他把作者視為 爸爸小時候的作者視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願意的真誠的跟他分享自己內心的感受 並且用一個有創意清新的方式跟他說 我們不要再過去的那個傳統的模式裡繼續前進了 我真實的希望我們可以換一個方式互動 那第二個例子 是作者提到說 他有一次在跟他的同事 也是他的部署聊天的時候 他的部署告訴他說 我覺得我的工作好像沒有那麼重要 他第一個反應是想告訴那個部署說 不對啊就是我不是每天都有稱讚你告訴你 你做的事情對我們來說有多麼重要嗎 我不是已經這麼做了嗎 是不是我現在還得再告訴你一次 你做的事情真的對我們很重要 但是他在那個當下他勒住了舌頭 他問自己說 如果我過去確實每一天跟他講了幾百遍 他做的事情對我來說有多麼的重要 我已經這樣跟他講了這麼久 他卻還是有這種感覺 那是不是代表這其實不是他真實想聽的呢 於是他就讓自己進入那個內在寧靜的狀態 去真實的感受他現在內心的感覺 然後去看現在這個當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他突然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是 他要告訴他的這個部署 他的這個下屬他有多麼的愛他 於是他就這麼做了 他就跟他的部署說 就是嘿就是我原本想要跟你說 就是你做的事情對我來說有多麼的重要 但我發現我真正跟想告訴你的事情是 我有多麼的愛你 我多麼的珍惜你在我們身邊的這些時光 就只是愛你這個人本身 而不只是珍惜你做的那些事情 然後當下他的部署聽到之後 也是淚流滿面感動非常 於是作者舉這兩個例子就是要告訴我們 什麼叫做真誠的相會 什麼叫做清心有創意的表達 他是要我們用我們自己內在的寧靜去聆聽 這個寧靜他到底想要對外在表達的事情是什麼 不是捍衛也不是爭論也不是說服 那都是那些捍衛爭論說服都只是小我 我們想要捍衛這個小我而做成的事情 並不是真實的自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們真實的自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想要去表達我們內心中真實的一個想法 但是這個真實的想法他可能會被很多東西掩蓋 那當我們可以撥開這些掩蓋他的東西的時候 撥開這些我們誤以為是自己的思想的時候 我們誤以為自己就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的時候 我們可以才能夠真實的去觸摸到自己內心到底想要表達什麼 才更能夠去發現到我自己到底是一個 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當我們能夠跟真實的自己接觸的時候 我們內在會有一個活力的泉源 或者說是一個非常活力有靈性的能量自然而然的流出 他會告訴我們我們現在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不再是用思想去欺騙他人 而是我們會真實的有一些自己想要表達的事情 我們不再是用頭腦跟別人相會 而是用我們的存在與別人的存在相會 那這就是在受苦的力量中提到的 當我們脫離了痛苦的受苦的漩渦 開始看見真實之後 我們能夠跟他人還有跟自己都更為親密的一個展現 那在這本書的最後他還提到了一些靈性方面的例子 比如說耶穌 為什麼大家認為耶穌是一個靈性的存在呢 並不是因為耶穌他是一個超脫世俗的人 而是因為我們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一些 非常忍性也非常神性的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比如說他把 比如說他去某個祭壇的時候 他把那些祭壇正在收錢的桌子踹翻 這是一個非常憤怒的表達 我們並不是希望耶穌是一個沒有情感 超脫世俗非常冷漠的人 而是我們喜歡那種 我們想要看到的就是一個人 非常真實的自己 非常真實的自己 真實的流出並且展現給大家看的過程 那這本內在受苦的力量 我就介紹到這邊 那作者提到我們回歸到扣一下書名 他說falling into grace 得到恩典 那個內在的安定就是我們最終會得到的恩典 也就是作者希望他帶我們去的地方 這本書我就介紹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 如果有什麼問題或是覺得好奇的部分 都可以留言詢問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來總結一下 我們今天提到的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為什麼我們人總是生來受苦 也就是所謂受苦的根源到底是什麼 那在這個部分我們有提到兩個受苦的根源 第一個受苦的根源是 我們人實在是太需要知道自己跟別人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會去認同一些思想 認同一些理念 認同生日 認同夢想 認同困擾 我們藉由認同這些東西來 讓我們跟外界區分開來 但我們卻誤以為我們認同的東西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 這是我們受苦的第一個根源 那第二個根源是 我們太相信自己所思想的就是真實了 我們誤以為我們了解了鳥的概念 我們看到鳥 我們認識鳥這個字之後 我們誤以為我們對鳥已經全盤了解 我們誤以為自己的思想就是真實 這件事情本身讓我們無法去貼近真正的珍惜 那在第二部分中我們介紹了受苦的四個形態 那總共是就是第一個是控制的幻覺 我們認為自己必須控制生活 第二個是我們要求事物有所不同 我們希望事物按照我們心中的藍圖去發生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幸福 第三個事情是我們總是與如是爭辯 我們總是會說 現在已經發生的某些事情它是不應該發生的 或者說我不應該被這樣對待 我們總是去抗爭那個已經發生的事情 說它不應該這樣 但它實際上就是已經發生了 第四個受苦的形態是世代之苦 在一個家庭裡面常常會有一些 共同的情緒或是共同的受苦的感覺 比如說這個家庭總是感覺到憤怒 有一股積累在內心中的憤怒 或是這個家庭總是為未來而感到憂愁 非常擔心未來會不會發生一些無法處理的情況這一類的 那這四個受苦的形態呢 它是會交雜出現的 它會同時比如說我們會對現實抗拒 我們會和現實爭辯說你不應該是這樣 那我們會希望它像我們的藍圖一樣兩樣發生 那我們會希望我們可以去控制它 我們可以藉由我們自己的努力去改變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藉由自己的努力去讓我們 不想要的現實改變成我們想要的現實 我們希望可以控制這整個過程 那在這個掙扎的過程中 我們會感覺到一股緊縮的感覺 不只是身體上的緊縮也是自我的緊縮 自我這個東西就在受苦掙扎的這個過程中 變得越來越凝實越來越堅固 我們與他人的疆界也越來越明顯 那這就造成了我們總是有一種疏離感 覺得自己好像跟外在失去了連結 我們也總是有一種孤單的感覺 恐懼的感覺 覺得外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威脅 但同時這種分離的感覺又是這麼的使我們上癮 我們知道自己真的跟別人不一樣 那在第三個部分呢 我們介紹了擺脫受苦的漩渦和看見真實的方法 在體驗情緒的原始能量的過程中 第一個步驟 我們必須要不停的去重複這些事件 還有這些事件為我們帶來的情緒想法 我們為自己說了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 這個故事裡我們的結論是什麼 我們的身體在回憶這些事情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我們必須讓自己完整的去經過這些情緒這些事件 我們必須完全去體驗這些事情 不然這些事情它就會在無意識的狀態下 它一直被壓在我們內心的最底層 我們如果沒有機會去完整的體驗它 它就還是會一直被壓在無意識的最底層 而我們會去用很多頭腦或者是思想去編造出一個 我們誤以為是真實的想法 誤以為是真實的答案 我們會給它很多的原因 但是那些都不是真的 所以第一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們必須去反覆體會 我們去反覆完整的體會想法 完整的體會結論 完整的體會我們自己給自己講的故事 自己給自己提煉出的結論是什麼 第二步驟就是我們單單的去回憶這個事件 而不要去其中掺杂想法掺杂結論 我們只回憶這個事件 我們只去體驗到底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要用一個全然敞開的態度去 接受這件事情的發生 我們不要去在其中加上太多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結論 那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就是說 在我們脫離了受苦的漩渦 看見了真實的自己之後 我們會迎接來的是什麼 我們會迎接來自己內在的安定感 那內在的安定感 它就像是一艘船的壓倉物一樣 可以幫助我們更平穩的行進在大海上 我們最終會發現 所謂的自我 不是那些我們認同的東西 而是一個更大更廣貌 更無邊無際的存在 它是一種內在寧靜的感覺 在自我的這個疆域裡面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自然的發生 自然的接受 我們不需要去不停的評估 不停的評價 不停的用我們的頭腦去思想這些事情 當我們能夠達到這個狀態的時候 我們與自己與他人都會更親密 那與自己我們可以達到自信光明的狀態 與他人之間我們可以用更有創意更清新的方式 去真實的表達我們自己真的想要表達的東西 我們不會再去捍衛爭論說服 我們不會再去用自己的思想去欺騙他人 我們可以跟他人有更真誠的相會的過程 以上就是對這本受苦的力量的總結 那希望大家就是聽了這個分享之後 就是大家也可以嘗試 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用用看 就是那個體驗情緒的原始能量的方法 如果有什麼發現 或者是有什麼想要分享的 也可以在留言裡跟我們說 謝謝